尴尬,胡歌的猎场和黄小明的《狼牙榜2》壮荡期,你支持谁,或许一切都是注定的,胡歌近两年最受关注的电视剧猎场,从去年一直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,播出时间一直拖到现在,原定于6月开播,后来6月拖到8月,从8月拖到9月,从9月拖到10月,现在看来10月可能不播。 如果按照官方所说的2017年秋季开播的话,那就只剩下11月了,这下《狼牙榜2》就和猎场要壮荡,《狼牙榜》几乎可以说是胡歌的风神之作,但对于《狼牙榜2》不参演,胡歌也表示自己看过剧本,发现和第一部的故事有紧密连绝,但故事的主线却有许多变化,认为梅长苏角色在第一部中就已落幕。 就让他停在观众的心里,认为若梅长苏再出现,空会伤害到这出剧。 《狼牙榜2》由黄晓明、刘浩然、佟丽娅、张慧文、郭京飞、梅婷等,主演几乎全换了,不过从阵容来看依然强大。 而胡歌新剧《猎场》则被认为是,可能为胡歌再提一档次的佳作,主演更是强大到近年最佳。 胡歌、陈龙、孙洪雷、张嘉义、祖风、李强、胡冰等主演,新一色实力派演员,对于这两部剧你会选择哪一部? 胡歌 Cast配合 曲 clique